今天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匯控5號 簡選原因是 匯控星期三將會公佈業績 市場分析認為 匯控可以受惠去年外圍息口 及本港銀行同業拆息高企 令到正式差擴闊 摩根士丹尼預期 匯控去年列賬基準稅前利潤是334億美元 估計總體收入是655億美元 淨利息收入是366億美元 按年升12% 策略上建議後低吸納較為直駁 如果2024年預測息率達到10.5厘 股價需要回落到58.2厘 如果2024年預測息率達到11厘 股價需要回落到55.6厘 投資者可以作為參考 根據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 匯控2024年預測息率是9.8厘 0.2厘